人类对待命运 应该有的太多 是顺应造无助的安排 主动努力地去寻求造无助 安排这一切的目的意义 达到明白真理明白真理 在神给你安排的这一生中 发挥出你最大的功能 尽上你的本分责任与义务 让你的一生变得更有意义 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最终打到能够让走出 月那几年 当然更好的事能通过 你的寻求努力 打到梦拯救 这是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 面对命运 面对命运这是 你用的方式去处理 当然更不是去反抗选择改变 而是用心体会 寻求摸索身影 然后积极地面对 最后打到在神所摆设的生活环境 还有人生于途中寻求神 教寻求神要求你开走的道路 以这样的方式 来尽力生给你安排的命运 最终你就有福了 用这样的方式经历 走出给你安排的命运 那你体会到的不仅有心酸 忧伤流泪痛苦挫折失败 更重要的是你会经历到 喜乐平安安慰 还会经历到造物主赐给你的 在真理上 在真理上的开启广场 还有在人生道路上 当你迷茫的时候 当你面对挫折失败 面对选择的时候 面对选择的时候 早无处对你的应答 最终你收获到的是 任这一生怎样 活着最有意义 得人是尽力亦体会 你活着不会再迷茫 不会再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也不会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 更不会因为感觉命不好 而再次陷入消沉的情绪里 你如果有这样的态度 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 造物主赐给你安排的命运 造物主给你安排的命运 那你不但在人心方面 会变得更正常更正常 会有正常的人心 有正常人心的思维观点 看是原则 看是原则 看回收获到外邦人 所守护不到的 对人生意义的看法也认识 看是原则 感谢观看